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结果这个比小品都简陋的场景以及这个莫名其妙的对联角度 又让人觉得玄泽的一颗心终于彻底死了 不过 要说争议最大的地方 还在女主身上 也因此严重影响了整部剧的热度与口碑 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中中连言美人 说实话 长香思二在古我剧领域中 算是演技水平比较高的剧了 毕竟杨子这个实力放在九十花 九十五花中都是名列前茅的存在 不过 美貌与实力很难同时兼具 颜值就是杨子的一大硬伤 尽管第二部与第一部其实是同时期拍摄 但不知道是因为制作原因 还是装造问题 剧情后期的杨子整个人越来越肿 就像是一只行走的胖头鱼 当他跟张婉一同框出镜的时候 总感觉这张脸比男演员都要大 也没有线条感 皮肤浮肿 面色暗黄 一点仙气都看不出来 而且造型师难道是跟杨子有仇 明知道他身材臃肿 绑大腰圆 并不是什么鲜瘦的女演员 还非让他穿着一件自带店兼鞋 有很多层的长裙 还不如身后的小丫鬟衣平好 原著李小腰辉妇女儿身后 让大殿上的许多人都觉得有些目眩 而在大殿之日 更是凭借美貌在整个大荒一举成名 只觉得纵白紫千红万种风流 都只是踩在他脚下的一泡黄土 但看到杨子这张脸 只有一个感受 就这 诚然他演的确实丝丝入扣 抓住了许多情绪细节 但稍微不注意就容易将五官挤在一起 脸上的肉也变得崎岖不平 甚至还有点脸浆的趋势 本来五官就不够出彩 还化上大浓妆 某些镜头让人仿佛看到了蔡明在表演 果然靠着科技变美 终究不是长久之计 31岁的杨子就明显扛不住高清的镜头了 离开了厚重的绿镜再去演古偶剧 演技再好也只能让人出戏 其实他在这个赛道本来就不具备优势 还不如凭借演技去证据 年代剧等题材闯一闯 是时候走上转型道路了 审美降级太尴尬 从长相思这上下两部剧的选角 就能看出内于现在审美降级有多美严重了 比如张婉逸 长了一张年代剧里憨厚傻小子的脸 也一门心死亡古偶剧里钻 剧中他饰演的枪弦在第一部还算正常 因为身份没有稳定下来 气质土一点也能让人接受 而到了第二部他成为西颜王 这种违和感才彻底暴露出来 穿得华丽 却没有上位者的气场 还成天在凤凰林推着他那的破鞦韆 一副不太聪明的样子 属实没有演出小说里风批哥哥的感觉 至于凭借这个系列剧 进生成流量小声的邓维 顶着一个锥子脸 苹果鸡突出 下巴尖的能离地 满脸都是硅胶感 但他为了这个角色也挺拼的 似乎往脸上涂了一瓶粉底液 演枯戏的时候泪水冲掉了底妆 甚至都流白汤儿 导演也不说管一管 头一次看到国产剧里 有这么脱妆的枯戏场面 实在是尴尬的不人之事 而不仅是这部剧里演员的颜值堪忧 这两年古偶剧的选角 是越来越糊弄观众了 古装丑男与古装丑女层出不穷 比如烈焰之五更迹中的人嘉伦 脸受了一大圈后 骨相的问题就掩盖不住了 不光脸形齐驱不平 而且皮肤丑丑巴巴 就这还能当男主呢 当人嘉伦头发零万 满脸褶子 还要在镜头前嘟嘴卖萌的时候 我就知道这内鱼真是要凉凉了 而女演员也不例外 一个比一个不服老 孩子性感爆棚 狐妖小红娘月红片中的 杨幂饰演狐足组长 本应该是美艳无双的角色 却因为她这张发面馒头式的 脸蛋被毁了 后期老师也是够累的 竹针屁土 根本屁不完 偶尔一闪而过的远景镜头里 还是能看到杨幂这两道 比下水道都深的法令文 片片观众得了 可别把自己给骗了 还有奇今朝中的余淑西 也因为颜值拉胯被观众群抄 她的五官单拿出来都不出众 还是典型的皮像脸长相 随着年龄增长 颜值只会越来越差 而这部剧本身制作就一般 贴头皮的发型和敷衍的装造 直接给予舒心打回原形 古偶剧还是有门槛的 演员在表演前 还是要掂量掂量 自己有没有这个资本 《长相思2》 既然引起了观众的期待 就应该拿出诚意来 但第二部的内容 明显就没有第一部制作伤心了 连场景都只是那几个来回患者用 更别提演员们了 杨子 张婉毅 邓魏这几位主演 就没有一个颜值过关的 明明是一部古装剧 仙霞背景 结果一个的长相 就跟路人没差多少 还有什么代入感 这年头过剧热度越来越差 其实跟演员分不开干系 当年那个神仙打架的时代 早就过去了 现如今的内鱼都是歪刮裂枣 甚至找不出什么高颜值的演员 让观众觉得十分贴心 不需要重新做功课 就能顺畅地进入第二季 长相思第二季的故事 紧接第一季的结尾 枪玄顺利继承西岩王的王位 跟小妖在紫金宫大明殿前喝酒谈心 帮助枪玄成为大荒之主指示开始 后面还有更多的挑战在等着小妖 而她把具有特殊意义的 若木花送还枪玄 也为两人错位的感情埋下了伏笔 第二季里 上一季的诸多线索 逐渐显露出真面目 小妖与枪玄向柳屠山景 乃至父王浩凌王之间的关系 因此月发错综复杂 而她隐秘的身世中将为世人所知 成为引爆大荒野 给她自己带来巨大危险的炸弹 作为全剧的核心人物 小妖在第二季里 被塑造得更加丰满立体 情感呈现也更加极致 因为背负着身份带来的责任 小妖很多时候都不能随心所欲 哪怕在私人感情上也是如此 比如她明明不喜欢赤水蜂蜂 却因为家国利益答应出嫁 但不管人生的选择多么艰难 她都不改一颗善良悲悯的初心 她回到好邻国之后 并没有在宫里当养尊处优的王姬 而是穿男装开衣馆 为贫穷的渔民看病 她遭受爱情重击 心若死灰之际 依然能振作精神 花费心血补全陈戎王留下的草药 极论残卷 只希望能造福大荒百姓 观众纷纷表示 小妖的选择令人心疼更让人敬佩 真实落地 映照现实 女性情感触动共鸣 从第一季到第二季 爱情固然是长相思的主线 真实落地才是能够打动观众的内核 虽然以架空的大荒世界为背景 但长相思的叙事逻辑和人物塑造 都以真实生活为基础 从不悬浮 剧中人物无论是在爱情 亲情 友情中的纠结与困惑 还是在命运困境中的摇摆与挣扎 都经得起现实的推敲 人性本就是多面的 长相思第二季里的角色也没有单色调的 他们有魅力 也有缺点 有儿女情长 也有因为不同身份立场带来的克制与遗憾 他们在残酷的现实中一路成长 学会了如何面对情感的考验 如何在挫折中寻找力量 在复杂的人际关系中找到自己的定位 故事发生在大荒 却能映照到现实 长相思第二季对女性情感和情绪的刻画越发的细致如微 小妖在爱情与家国之间每一次顾虑和纠结都有充分的理由 因此她最后的选择才格外让人感到伤心和无奈 桑铁儿的回归则成了第二季离女性情感描摹的点睛之笔 第一季 还是清水镇拉台医师的小妖救了出身娼妓的桑铁儿 教会她医术 给了她另一种人生 第二季 除在人生低谷 快要认下倒霉命运的小妖在清水镇哥尔孙满堂的老年桑铁儿重逢 桑铁儿用自己的人生智慧点醒了小妖 让她意识到有没有福气 是自己说了算 小妖与桑铁儿之间精神上的互助 让当下的女性观众深有共鸣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精彩资讯尽在追星看TV 敬请关注哦